中国外长每年首先出访非洲 这体现了中国对非洲发展振兴的坚定支持 多年来中国在非洲建设了超过一万公里铁路 将近十万公里公路 近百个港口 还有数不清的医院和学校 这些都不是什么债务陷阱 而是一座座合作的封闭 去年是中非合作的大年 双方成功举行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 习近平主席宣布对非合作九项工程 推动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这为中非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劲的动力 而今年是落实论坛部长会成果的开年 中国对非合作重信首诺 我们从不开空投支票 我们将大力弘扬中非友好合作精神 同非洲国家一道重点开展三项工作 一是大力推进对非的抗议合作 前面落实习近平主席向非洲提供十亿剂疫苗的承诺 帮助非洲提升疫苗本地化生产能力 助力实现2022年60%非洲人口接种疫苗的目标 二是促进中非务事合作提值升级 加快高质量工件一带一路 实现九项工程的早期收获 推动全球发展倡议 同非盟2063年一程对接 以实际行动支持非洲 实现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 三是推进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 中方已经任命外交部非洲之角事务特使 我们愿意同地区国家广泛沟通 为非洲之角以及整个非洲大陆的和平发展 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